連三十天的大國在新宜鄉也發生道路中等的災情 鄉州全市間在建造全港親王新木村了解掛隊道路比中等的情形 本地已及百億會不會出通但雖然中島開始套風大火 可能新木村同往10年、11年便度就要等到馬仔天氣好才能出通 因為掛隊便度也不會出通 但川民希望一等快歡呼三個家中了解盡控 在新宜鄉中全市間照顧之下 新墨川十年基民在卡拉吉協作下 通過被沖斷的路段搶到高童 等到大火來進展快歡呼到河 現在我們所在是我們神木村的愛一子溪這邊 因為前天的好大雨下得又幾又又快 然後把我們之前做的引道把它沖毀掉了 所幸現在我們的鄉公所由我們香港親自來 希望今天能夠把引道把它做好 然後把它搶走 去第10領跟第11領的一個道路 那我們看到因為前天的一個好大雨把一個引道沖毀 所以我們趁今天好天氣請看人來施工 必要把這個道路能夠搶通 那目前我們裡面大概有40戶 大概100多人到200人的住戶 因為連接幾天的大雨 在信仰發生幾處道路中等的災情 在神木村牽載之後 信仰中全市間 也馬上廣告後當保村的順利選舉 早看道路被土著暗藏中等的狀況 好價值 一陣子就在保守努力中受痛 讓農民可以方便出錢 幸福啦 謝謝 謝謝 你這邊路好嗎? 裡面可以的 就這邊 這裡 本是那個泥流下來 然後造成那個橋面都是土石 那我們今天天氣好 就馬上請那個巴上去把那個路面 把那個所有的沙石全部清掉 讓那個農民、鄉民可以進出 因為現在剛好在採收一些農作物 所以我們是希望能夠先把 初步先把土石先拿掉 讓車輛可以進出 連鎖幾樓間的大河 在信仰很多路段 都造成杜手落酒 落酒店的宵宅前 信仰公司 對咱共町的情緒手通 是不穿的客戴便宜 和豪佑鄉親 盡量撇賣在豪佑中外出 接下來今天就算差不多